欢迎收看今天的漫画收藏节目 本期是第62期 今天在美国这本是9月4号 是一本书首发的日子 正是《红发传》的第4本书 我也是直接冲进漫画店 把它进行一个购入当中 而且还有一些额外的收获 就在这个DICE里面 我们先少去 看看今天我都买了哪些漫画书 好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今天有惊喜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红发吧 那么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看红发这个书 惊喜我们先扣着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红发传的几本书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Scarly 这个是上面写的 Emitic Goose出品 定价是3块9毛9 然后红发在这里 前方一个经典的 日本的这么一个神庙前面的滚 下面是L Shikage 这个水火祭祭的一个八卦图腾标志 也是来影一族 给每个人扯着这么一个标志 好 那么在这个风雪庙前 到底是因何而故呢 这本书 咱们之后会进行讲解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封面啊 应该是第二枚封面 Cover B 我们来看一下普通封面 普通封面在这个地方 前方是Storm Shadow 白油灵 这个地方是红发 他们在黑夜的一个漆黑的房间 或是在夜幕之下 那么进行刀剑的这么一个火拼啊 此情此景 因何而故呢 这本书里会有讲解 当之后 也会进行一个详细的评说 后面翻过来啊 那么是不同的封面在这里 这是A封面 B封面 还有C封 还有D封面和E封面 越往后就越也是稀有的封面 然后C封面我也是有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C封面我们看后面 我写这是1比10 这么意思 这写方里面 每卖出10本普通封面 将会得到1本这样的封面 上方是灭杀 Jinks Jinks是一个叫做华裔啊 那么 叫做美籍华裔的一个女孩子 那么这个也是叫做灭杀 Jinks 她的名字Jinks 英语的意思是倒霉的意思 那么她也是一名忍者 那么后方 这个是红发 拿着她的这个弓弩 好了 我们也简单翻看一下吧 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我们快速翻看一下 让大家可以有所了解 一开始就是灭杀和红发 那么他们在一起进入了一个房间 这个前方已经是 白10在此啊 仿佛经过了火拼 然后白10居然首起刀落啊 相当的厉害 直接就是进入火拼环节 那么二位女士也是拥抱在了一起 他们经历了什么 咱们之后会进行一个讲解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本书 这个地方也是更多的冷兵器的火拼 也是非常带劲 然后后面是一些读者的信 还有一些新的漫画的介绍 这个就是这本书 还有一些其他的 看一些周边游戏要出 还要出游戏啊 好 把它放在一旁 然后我们先来看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Voter Rivals的合集 这个是Volume 2 然后封面正是弹簧啊 Springer 然后这本书合集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定价是22块 不这个是加大币啊 美元是16块9毛9 这本书里面包含了 虚空第一手第7本到第12本的书目的内容 我们来翻看一下 里面内容啊 咱们已经讲过了 那么咱们已经讲到了第10回后了 第11和12还没讲之后 再给它续上 这个桥带很有意思 然后这个诗 这个热破也出现了 出现 那么前面这个地位已经讲过了 这是达拉克索里拉的这个故事在里面 好 那么这个是合集里面的书啊 弹簧出现 那么也是直接了拿下了前方的一名勇者 已经讲解过了 非常非常的精彩啊 这个系列 我觉得是越来越像《变形金刚》了 是有很多的《变形金刚》角色的出场 让我对这个系列的话 也是郁佳的喜爱 后方是一些其他书的介绍 合集更适合拿在手中进行一个观看 但是也有缺点 缺点就是它这个合集里面是没有 从第7本到第12本单本书的封面 那么只有里面的内容 纸张我觉得啊 是要比单行本的话 要稍微的结实柔韧一点 因为可能也知道 单行本主要就是为了拿回来进行一个收藏 而合集啊 应该就是平时进行一个观看的 那我的话也会把它放在车里面 那么进行一个平时的翻看啊 那么非常愉悦的一个阅读过程 好了 最后就是我们今天的惊喜了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是打斯特罗传的第一本书 有人说有什么惊喜啊 这本书可是有来历的啊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写了 Convention Exclusive 它是会场限定 这本书在世界上限定1000本 只有去会场才能得到这么一本书 漫画店也是只有一本书 老板真的是跟我很好 把这本书就给我了 不是给啊 咱也是卖给我 但是确实数量有限 世界上只有1000本存在 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达特罗这个角色 所以说也是这个毅然决然的把它拿下了 那么这本书在这里已经放在这个里面 经保护卡板保护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收获 收获不小 当然下周会有更多的书籍 好像便宁钢下周就要出场了 咱们下周进行一个分享介绍和一个评书的讲解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